台灣 中華民國政府是高端唯一的客戶 真正賣國的就是跟 高端簽這些喪權辱國的 這些保密協議的人 民進黨欠台灣人民真相 跟欠台灣人民公道 從整個疫情以來 政兵完全是考慮的是政治的態度 所有他講書裡的 他就開始 所以我想這個高端的疑雲 一直是在這個目前為止 台灣人民心中的一個 重大的疑點 大家心中一直有這樣的一個 謎團揮之不去 原因很簡單 就原因政府沒有滿足民眾 應該有的知的權利 也沒有把相關的資訊 讓民眾能夠了解 然後我們看到了政府 很多欲蓋彌彰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 這種保密的操作 你更讓大家原本的疑點 大幅度的升高了 那麼我們從高端一路走到今天 我們才默然發現 原來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是高端唯一的客戶 那既然是唯一的客戶 我們有什麼必要要跟高端 簽一個這樣上權辱國的保密協議呢 我們就是他唯一的客戶 他除了賣給我們之外 沒有任何人可以賣了 那我們還到底要保密 保什麼密啊 我們為了要誰保密 你說高端今天有幾百個客戶 可能在價格上有一點落差 需要保密協議 可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是高端唯一的客戶 那還需要保密嗎 衛福部跟他簽這個保密協議 這才叫做上權辱國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說 蔣萬安說萬安是賣國 蔣萬安怎麼會賣國 真正賣國的就是跟高端 簽這些上權辱國的 這些保密協議的人 那麼第二個就是 其實蔣萬安提到了 就有關於例外條款 那還好蔣萬安的英文好 還好他的記憶力不錯 那麼在這個衛福部 刻意的畫了這麼多 塗黑的文件當中 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殘缺的 這些文件裡頭 他還能夠看清楚說 他裡頭其實是有保密 這個例外條款的 那麼如果你說民進黨的立委 沒有跳起來 沒有勃然大怒 沒有這個建設登上去 那就算了 現在看起來民進黨的立委 做這個如此大動作的 來圍剿蔣萬安 證明蔣萬安沒有說謊 證明他說的是事實 他如果有說謊 民進黨的立委可以說 蔣萬安你說謊 裡頭沒有這個東西 可是民進黨不是這樣講的 民進黨是說蔣萬安 你怎麼可以把裡頭的文件 對外公布出來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保密協裡頭 本來就有例外條款 那為什麼衛福部拿出來說 例外條款寫得這麼清楚 這個政府機關法院 監管單位有需求 立法院當然是政府部門的監管單位 立法院組了調閱小組 立法院調閱小組 為什麼不能看完整的合約內容 所以民進黨 欠台灣人民真相 跟欠台灣人民公道 那講到的紀律委員會更糟了 就我過去在立法院 今天還有兩位委員在這裡 我們大概都知道 要送紀律委員會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在立法院要打架 是不是毆打見血 那可能會被送到紀律委員會頭 或者是你嚴重的影響到議會的程序 這個審議的過程 你有可能會被移送 但是通常除此之外 要移送幾乎是難上加難了 就是立委之間彼此 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默契 跟彼此的尊重 那你今天民進黨要把 蔣萬安移送到紀律委員會 只是因為他講了一句實話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個文件裡頭 這是你沒有塗黑的部分 誰說你沒有塗黑的部分 這樣的一條 講出來說有例外條款 這就洩密了呢 今天如果蔣萬安出來講了 合約買賣的價格 合約的細節 那你說這個有可能 有爭議 可是問題是他只是提出來說 這裡頭是有例外條款存在的 那為什麼不能用例外條款 我不懂這樣到底為什麼要可以移送紀律委員會 這就再一次的 讓大家覺得你民進黨心裡頭有鬼 就是你行政院 你這個指揮中心背後一定有問題 所以連蔣萬安講出有一個 另外一條款 你都這麼緊張 要全面的來進行圍堵 希望把這個訊息壓下來 那最後 剛才緣儀講到說 高端要補件 補件審查需要五個月 各位知道高端要補什麼嗎 高端是要補保護力的報告 這個報告有保護力跟沒保護力 就這麼一翻兩瞪眼的事情 為什麼省一個有沒有保護力的結果 還需要省五個月 而且更妙的是各位知道 全世界現在都在做次世代疫苗了 大家都在研究BA5 高端是針對原始疫苗做的保護力報告 當全世界都已經翻一頁 翻了好幾頁了 我們連前幾頁的保護力報告 到現在為止還要花五個月省 這算是什麼樣的一個疫苗 這算是什麼樣的一個疫苗生產的廠商 而這樣的廠商卻是衛福部長期以來 愛護護航 用了各種方法放水包庇 才造成今天 我們看到台灣有幾百萬的 高端的犧牲者 套一句周遇寇的話 這些都是高端倒楣族啊 這高端的爭議真的很多 因為除了EUA到底要不要費 讓大家一個頭兩個大之外 在黨立委又踢爆了 原來高端委託二期試驗 要去幫忙做的一家公司 叫做邱以斯 去年在和衛福部簽約之前 其實被大陸的一家公司 叫做地賣給併購了 因此它的新名字 現在已經不叫邱以斯了 叫做凱迪亞 而薛瑞園部長被問到這件事情時 他說他不知道 而且衛福部不會去掌握這種東西 高端疫苗被蔡政府 不是捧成我們的國家戰略物資嗎 如果說現在連金氏器啦 無人機啦 政府都明文規定 這是不可以採購大陸貨的 那請問疫苗這麼重要的國家戰略物資 可以交給大陸廠商來做實驗 不是很不合邏輯嗎 而且衛福部看起來好像不太在意耶 部長說哎呀這個我們不會去掌握 我們看到去年東洋和民間團體 要買BNT的時候 指揮中心說不可以經過復必泰 要取得原廠的授權 要由原廠來出貨 甚至連復必泰這三個字都不可以出現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高端可以委託入資的廠商來做試驗 而且還可以拿來免疫橋接喔 我們要請教一下董哥 不會讓人覺得有一點點荒謬嗎 對啊 那我們其實想起復必泰那個事件 就是跟是覺得很生氣啊 為什麼 因為從上海復興 他有大中華地區的代理權 那你要買BMT要透過他 可是陳時中那時候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時 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那些BMT根本是中國大陸代工 然後不完全 然後就民進黨一堆名嘴就出來講東講西 結果呢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BMT 就被他一再的阻擋 那時候有多少人要打疫苗 政府為了保護高端 無所不用其極 現在被人家發現了原來高端 他不被國際認證 那講起來這個其實 很對不起那些所謂的高端戰士 那些死忠的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從整個疫情以來 政府對於 疫情的時候完全是考慮的是政治的態度 譬如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他要求醫護人員不准出國 因為他怕這些人去中國大陸 幫忙大陸人做治療 他規定口罩不准出境 因為他說你一定拿去 給武漢的那些人用 那我們其實看到很多非人性的作法 在民進黨執政以後 一一的凸顯 最後連台商生了小孩小名 都不能回台灣 所以那種媚絕人性的作法 在整個疫情期間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事會覺得很生氣 可是早先有沒有人講到 有啊 那你今天所有的防疫措施 你完全用政治在防疫 又要用雙標 那很簡單啊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在選舉嘛 民進黨在桃園的 參選人叫鄭英鵬 他們指控說張善政 當一個統派政黨的顧問 出來交代 林輝煩大聲罵 現在被人家講 你2008年鄭英鵬漏顯 你去中國大陸做生意咧 你開了一家 對不對五六千萬的公司 跟中國大陸那些電信業者簽約咧 那現在要怎麼講 所以民進黨做什麼都可以 別人什麼都不可以啊 那所有他講書你的 他就開始跟你抹紅 所有這些手段 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嘛 所以我們看到了 當BNT 被他們那時候一路糟蹋 可是現在國人打了BNT 效果都不錯 總共打了三千多萬劑 都覺得比其他的感覺還好 後座力也比較少 那可以看到了 整個過去民進黨的謊言 到目前為止都可以招攬肉結 所以今天很對不起那些高端族 包括我們在座的高嘉儀委員 所以看起來不只館長會生氣 大家都會生氣 為什麼 我們去不了日本而已嘛 高嘉儀那時候在執行是 我們去不了美國被嗆耶 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國 嗆他就叫陳時中耶 現在哪裡也不能去 我告訴你西班牙也不能去 新加坡也不能去 連自立也不能去 那你這些怎麼給這些幫你 然後挺你的人給個交代呢 民進黨顯然沒有話可以講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在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就是這裡的胺基酸 所以那個胺基酸 就是這裡的胺基酸